不要钱的咖喱摘 闺蜜说带我们去摘羊梅 嗯 这些都是种植的羊梅 我要吃两只姜片啊 你要吃两只姜片 我就在这里摘嘛 好 我要先尝一下 嗯 好不好吃 味道刚刚好 他就上树了 往这里进去 我来了 干什么嘛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有能啊 这些全是羊梅 十块钱给你整个羊梅 像这种人 你看那些星星 真不再为你照亮啊 嗯 在顶上的 妈妈的 嗯 只要那些想要生活 就充满希望 嗯 哦 对 对 做好自己 追寻你想要的自由 只有手 我们没有手的 唱歌给你听 嗯 嗯 嗯 你看妈妈 怀疑 都做得给我 举举枪 给你 好 我没什么可以的 好吗 好 这个就什么人 狼的要死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是给我自己的,我不给你 我不给你 这个羊梅是我们当地种植的一个品像 叫什么名字?阿姨叫什么? 叫什么?叫东葵 这个品种叫东葵 又大又红 这个口感的话就比野生的羊梅稍微淡一点 就是这个双味淡一点 这些羊梅都是人家种植的 今天闺蜜的他们家的老板说请客 所以说现在我们摘的这个羊梅是不用钱的 太多了 无从下手了 这些有点轻 既是菜园又是果园 这黄瓜 这种树特别小,如果一个人上去的话 它是承受不了我们的重量 摘了这么多 我大部分摘的都是树底下的 这种树我都不敢上去 你看这么细的树 上面很多都是红的发黑了 一摘就掉了 像这种的口感就不怎么好了 这个是茄子哈 菜园里面还挺丰富的 种了羊梅 种了各种蔬菜 空心菜 能都不见了 闺蜜两个已经离开这个果园了 我再摘一会儿 老方说要弄点羊梅去泡酒 这一颗比较小哈 不不好意思 太遗憾了 树顶上的摘不到 其实树顶上的像羊的是味道最好的 我的成果 哈喽哈喽 买当的来了 快点给我们买当 现在拿到里面去撑一下 这是他们两栽的 金锹细选 什么样的都有 他们俩时间 现在我们回来农庄了 然后在他家 再四个矿再回去 我永远记得 曾经初初的说 你爱我 我 我